988聚焦东盟 Happy Friday 欢迎来到1月15号的直播吧聚焦东盟 你好 我是Cynthia新瑞 2021年的第一个月份过了一半 而在这半个月期间呢 全球的新冠疫情形势是持续恶化 数字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也至目前全球的总确诊数是已经超过9000万宗 其中光是新增的确诊病例就超过1000万 而这跟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发现到 传播力比原本病毒更强的变种病株有关 那数据显示从上个月14号开始到现在 全球已经至少出现了7种的变种病株 分别是英国两种 南非 尼日利亚 日本和巴西各一种 以及美国两种 而自从这些变异病毒出现以来 各国都在关心 已经投入使用或者是正在研制的新冠疫苗 到底还有没有用呢 那根据英国疫苗接种联合委员会专家的最新意见 在英国发现到的变异病毒 传染力虽然是比较强 但是研究就发现 现有疫苗对它的抑制作用并不会变弱 至于在南非发现到的变种病株 之前有南非的医学专家就表示 现有的辉瑞和牛津等等疫苗可能对它没有效果 那无论如何目前呢是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 有关研究也还在进行当中 分析数据呢预料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得到 那希望届时公布的会是一个好消息了 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呢 是真心希望疫情不要再恶化下去了 可是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呢 就会是一个大考验 尤其是在中国这种人口庞大的国家 一年一度的春运呢是超大规模的人口坚移 而且中国最近的冠病疫情也有反扑的迹象 单日确诊都再次破败 那因此中国国家卫健委就呼吁中国人 在春运期间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行 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呢 也要注意错峰出行 全程做好防护 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密集场所 刚刚说到农历新年倒计时不到一个月 那相信很多家庭呢都已经开始为过年准备食材 不过呢不少的新加坡人都反映 当地菜市场的鱼菜价格 这几个星期是悄悄的上涨 有一些蔬菜的价格甚至比几个星期前高出了一倍 其中啊像是番茄 收购价从每10公斤10块钱新元大约30令吉 是上涨到了32新元接近100令吉 而这竟然是因为我国的关系 那根据新加坡海财时报的报道 其实是因为我国之前爆发连日强雨所带来的水灾 导致各州大陆无法正常通行 是直接影响了马鑫两国的货品交通运输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地的蔬菜和海鲜产量减少 价格也普遍上涨的原因 那我国目前有部分地区落实MCO 又会不会影响两国之间的供应链运作 间接导致货品价格又变更贵呢 对此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生就保证 两国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跟合作 那观察过去两天的情况 两国之间的供应链没有受到影响 货品运输也依然是继续顺畅运作 不过呢马鑫两国继续关闭边境 很多新加坡人没有办法越低来买年饼 致导致当地市场对于年饼的需求量 大幅度的增加 那有一些本地的供应商就透露 出口到新加坡的年饼销量 已经暴增了50%到100%不等 有没有发现在越南有很多人都姓软 问呢 在我身边应该有至少五个越南朋友 都是这个姓氏吧 而数据就显示 越南人口大约9554万人 其中接近40% 也就是大约3000多万人都姓软 那这个姓氏的起源呢 就要追溯到公元前111年 根据腾讯文化的文章指出 那个时候呢 中国汉朝对越南统治长达1000年的时间 而中国人为了方便记录税务 就为越南人指定了姓氏 而软氏呢 第一次出现是在1232年 当时越南豊朝灭亡 陈朝建立 而国王为了防止人民怀念 李朝就下达指示 所有姓李的人都必须要改姓软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姓软了 而来到1887年 法国统治越南的时候 当时占人口总数最多的底层人民 都是没有姓氏的 而法国为了方便进行人口普查 就下令 所有没有姓氏的人 都冠上越南最常见的软氏 所以呢 在那之后姓软的人就更多了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C.Sinray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守住这部吧聚焦东盟